这是CMO喝多的样子 他今晚把意大利人给喝倒了 走啊老兵 今天晚上又要跟意大利人一起吃饭 谈点工作的事 其实我每次碰到跟意大利人吃饭的时候 我比较愁 因为我特别不喜欢穿西装 大家都知道我以前的风格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没有办法在这边去工作 你要跟当地人对接的话 就在录像随俗 所以我就综合一下 像上次一样 我穿得休闲一点的 今天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咱们中国人跟意大利人谈事 到底能不能融合到一起去 今晚我尽量给大家录一下 我们在用餐的过程给大家记录一下 好吧 我先换衣服 我的西装其实也不是特别多 就三套 估计今天晚上我穿这个吧 记得这个是我从中国带过来的 这两套是意大利的意识风格 这是比较长的 就是可以把屁股给遮住 就是像我比较瘦的 屁股不翘的 靠它 就比较好玩一些 里边就不穿了 我看看啊 这些没有用 用洗机里去 现在罗马这个天还是有点忽冷忽热 所以今晚穿的高领的也不是特别的热 这个长的西装我平时穿的还挺有意思 正式场合也不太行 就这种的相对正式 这样就可以了 香链今天就不带了 大家看 因为我瘦啊 所以怎么说 就是没有那么像别人那么壮实的 有点前出后翘的感觉 男人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样的 长一点的可以就是遮盖一下自己的一些欠缺点吧 但是还好 个子比较高 如果你个子矮的话 千万不要穿这种长的脸套 行 OK 我觉得 我觉得还可以 你们看怎么样 腰带也不扎了 今天晚上腰带也不扎了 这样比较放松一点 得嘞 等会儿我有今天有一个陪同 然后他来了 然后我们等会儿就出发 出门之前先把衣服放行机里 这样回来直接晾上 又是这个地下室 我是真不愿意下去 全是潮湿的味道 灯灯 快洗一下就行 不是特别的脏 14 阿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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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就感觉像什么发霉了 得了 外边还下雨了 出发出发 把夹关上 快点下快点下来不及了 走啦 走啦 这小雨下的 今天外边雨下的比较大 这是我的一个小兄弟 叫Maleko Maleko 他是在意大利出生长大的 今天穿的还比较正式 平时穿的是比较低调 运动装比较多 是的 运动装比较多 然后穿的 就 今天其实有点不自在 我都30多岁了 你比我年轻太多了 但我 妄称一下 咱俩的 算是小兄弟吧 是的 看我们哥俩 比较正式 对 还是比较搭配 今天去见那个酒庄的老板 然后今天晚上跟他一起吃个饭 刚才有个小插曲 一般我是比较准时的 但是酒庄的老板 约好了8点半 但是他提前要说8点 所以我这边把他催的也是一路小跑 焦地抹油了 你听他的口音怎么样 你的 我的口音应该 其实大部分都觉得我的口音 就是挺标准的普通话 没有说什么南方啊 北方 就是 老家 老家哪呢 我俩是温州浙江那边的 浙江温州的听不出来有那个口音啊 看我俩像不像那个意大利有个电影叫交付 里边有一句话叫我们的事业 你没看过吗 那你还在这边 还在这边在这边成长 他都没看过这个电影 行我们现在准备赶过去 外边雨下得越来越大 今晚谈成了 咱们哥俩出去再喝一杯 行 就造型了 就不开车了 行 今天我和意大利南部的 Francisco把合作的事情谈得差不多了 我俩已经喝了好多了 整个一瓶酒我们都喝的都喝光了 然后我们现在喝一些烈酒 希望我们可以给你们带来更多的 让咱们从漫长到中正的意大利风 Franci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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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是CMO 喝多的样子 他今晚把意大利也喝倒了 现在自己喝的不成样子 出场了 没什么没什么 拿着来了 你看看他 你看看他 看看他 都喝风了 我现在还记得把手机拿起来 我觉得非常不容易 两个人都已经 我这个小弟弟啊 他是以后在我团队里边负责 摄像的助理 是的 然后今天我们一起聊的很开心 我现在说话 舌头有点大了 不行啊 我简单说两句 然后明天我再给你们找人起来 我把这个视频给结束完 告诉你们发生了什么 这意大利啊 救护车天天跑 因为这个医疗免费 所以这个救护车就是来会跑 反正 反正今天把生意谈的OK了 然后特别开心 我也特别高兴 然后我俩刚才去到一个比较热闹的地方 就是但是看里面全是年轻人 而且都是一些 都哪里人 都是英国 法国 我们还看到一个巨人的法国的巨人 对都是从美国 还有美很多美国人 对世界各地的人 一大堆在那个酒吧里边去聊 去去开心去喝酒 然后我俩进去本来就喝多了 我进去之后我就有点嘴瓢了 然后待了一会儿 现在我要回家 等我啊 等我明天再跟你说 我行不说了 我现在再说多看手机 我有点晕车 你没事吧 我也快不行 也快不行 行了 等会儿说啊 拜拜 哎呦我的妈呀 现在已经是中午12点的时间了 昨天晚上一高兴 事儿一谈成 这一下就有点喝晕了 那个酒也确实好喝啊 就没控制住 对方也被我喝迷糊了 我俩都迷糊了 他很累 他专门从这个别的大区赶过来 他参加一个展会 所以这个疲惫的这个面孔他也是 当然酒喝到最后的时候就喝了 大家就比较高兴了 敞开那聊 然后一下就没控制住量 昨天晚上回来之后 回到家 我就很多事情就有点迷迷糊糊的 然后我记得我昨天晚上一下在家里边走路 撞墙上了 大家看 这给我撞的 一摸还疼呢 酒啊 要适当饮酒 不能太多了 高兴 归高兴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意大利人啊 他跟咱们中国人呢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一到那个点 喝酒也是 怎么说一到那个就 兴奋点吧 喝酒也是特别的豪情爽快 得了 我今天这个视频算是我创业途中的第一个挣了八景给你们录的 我本来想给你们多录点我俩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但是有很多的一些事情呢不方便在视频里面去展示 因为毕竟也要尊重我们这个生意的去交谈啊 包括别人的隐私 所有记录的话都不好 所以给大家记录一个谈成功之后的一个画面 将今天的视频先到这里 大家继续关注西蒙的在罗马创业之路 拜拜 我再去洗个脸睡一小会儿吧 等一下我给大家发一个小彩蛋 我在意大利另外一个合作伙伴 意大利 Toskana那边的一个酒庄 他给我发来了一段视频 怎么说呢 反正大家记住我一句话 有智者是进程 这期間有的主要进行中 互动和我们进行中 我们正在工作和作传统的许多 想选择和增加成功的 增加成功能 我们的作传统的合作传统的 友谊一份 是一份专业的互相当的 您的一个雾亚 是一份专业的专业的酒店 是一个非常之后 您的互相当的 是非常多的余的酒店 大利亚的咱们 是尊臣的 互相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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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人的品牌,一品牌的品牌, 一品牌的品牌, 一品牌的品牌